延续桃花园桃艺大展 由刘秋红桃艺家带领八位素人 桃作者的师生连展活动 十月份是在松原别馆展出 结合了桃艺花艺和柴艺 这一场质感升级作品精美 艺术能量满棚的桃艺展 吸引了许多热爱桃艺的民众 和各地的游客前来欣赏 而展期只到十月十七号 欢迎的乡亲们千万要把握机会了 桃花园系列活动 2022桃到东海岸 十月一号在松原别馆开展以来 每天参观人潮络绎不绝 策展人也就是前文化局长江岳成表示 希望透过这场展览 让桃艺创作深入民众生活 也让更多人来喜爱捏桃艺术 那这一期间我们看到这些学生 从桃花园开始参加我们的首作坊 产生兴趣 然后就跟老师来学习 这半年间的学习 从茶碗 花器 桃盘 这一系列的作品都非常让人惊艳 让我们感觉到 那个手作的力量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快乐 还有静音其中 据这些同学来讲 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之下 他们有时候回到家 他们手都还停不下来 手还是很痒 想着在教室里的哪个作品 哪个角度还可以弄得更好 所以透过这次桃花园二 我们逃到东海岸 我们帮这个秋红老师 和他的八个学生的师生年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手作桃艺的一个力量 还有艺术感人的地方 桃艺家刘秋红这半年来 带领着八位素人桃作者 从最基础的摸桃 捏桃 塑形 加上每一位学员创意发想 捏出各种不同样貌风格的出胚 经过上右烧桃 一件件精美作品呈现出来 而桃到东海岸的展场布置 也特别用心设计 不止质感升级 作品精美 现场还有桃作者设茶席 和观赏者来品名聊天谈桃 艺术能量满棚的桃艺展 吸引了许多热爱艺术民众 和各地游客前来欣赏 桃到东海岸 刘秋红十神桃艺连展 战期制作到10月17号 欢迎喜爱艺术创作民众 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借轮会欢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